奥斯特里茨战役 1805年12月1号的夜晚,在摩拉维亚,也就是现在捷克东部的布尔诺东平,小村奥斯特里茨附近的荒野当中,众多军队在此集结,萤火如同天上的繁星一般闪烁在坡地河谷中间,法军和俄奥联军在这里遭遇,明天双方将一决胜负。 虽然不是严冬时节,寒气却已经在浓融的夜色里侵袭着露宿的士兵,一起法军士兵围着篝火在烧烤着土豆。 他们长期奔袭,从刚刚拿下的维也纳赶到这里,由于粮食供应不足,八个士兵才能分到一个面包,所以指的是土豆冲击。 一阵皮靴声响,来了一群军官,其中一个个头不高的,静止,弯腰伸手从灰浸当中拨出了一个土豆,白开咬了一口,问篝火边的士兵。 你对这玩意儿个满意? 嗨,总比没有强啊。 那个士兵大嘞咧咧的说完,就才发现那个人竟然是拿破仑,慌忙起身,立正致敬,陛下,我不知道是您。 很好。 拿破仑毫不在意,挥手指着远处星星点点的敌军营火。 我的朋友,明天请我把这些畜生撵走。 阵地上顿时响起了皇帝万岁的欢呼声,不知是谁下的命令,士兵纷纷在刺刀上扎捆干草点燃。 拿破仑寻视到哪里,哪里就闪亮起一簇簇的火光。 拿破仑满意地回到他的宿营处,那里是一个小木棚,棚子里放了不少干草。 他躺在草上打了个盹以后,灵灵随从地上酒,边饮边思索明天这一仗该怎么打。 确实,俄澳联军的兵力大大超过了法军,三万澳军,五万俄军,三百五十万火炮。 光火炮就比法军多上一百多本。 法军虽然士气很棒,但是远离故土,能够集结所有的兵力,包括金卫军在内也只有六万多。 对方的统帅又是名将故土所赴。 不好对付啊。 拿破仑思索良久决定把自己的军队分成南北两翼,南若北强。 他在北翼依托一个小球指挥,设下了预备队,包括从士兵升为元帅的缪拉的骑兵军,乌迪诺元帅的头弹兵师,以及贝西埃尔指挥的禁卫军。 北翼的前锋是勇猛无比的拉纳元帅率领的第五军和贝尔纳多特元帅的第一军。 南翼是苏尔特元帅的第四军,达武元帅的第三军则是南翼的预备队。 南翼可依托的是一连串的湖泊和沼泽地。 拿破仑昨天白天就看到,可以俯控这片战场的普拉层高地上黑压压的,俄奥联军已经占领了他。 12月2号,天刚破晓,俄奥联军的骑兵步兵在澳国列治尊士登亲王和俄国巴格拉齐昂亲王率领下,指朴法军的北翼。 南翼的法军也遭到了俄奥联军三路纵罪的强攻。 俄奥联军以三万优势兵力攻下了法军的南翼,切断法军后撤维也纳的退路,再包围法军。 战火初起,法军的南翼很快被对方突破。 拿破仑命令达武元帅第三军支援,忠心耿耿地达武率领法军全力反击。 眼看对法军的南翼的攻击一时出现胶着状态,在普拉层高地上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按捺不住了,他急忙让身边的联军统帅库图索夫率领普拉层高地上的所有兵力冲下去,全力击溃法军的南侧。 在冬日的雾气当中,满头白发的库图索夫这个时候心情非常复杂,尽管自己是战场的指挥,可是一个将军和俄皇、奥皇两个皇帝同时在场,他怎么能够驾驭全局呢? 回想起作战前夕,他就建议眼下不要匆忙的决战,要等待更多的援军到来的时候才能够全检法军。 他对拿破仑善于用兵,比较了解,然而,沙皇亚历山大对平民出世的拿破仑极为痛恨。 这个家伙从法国大革命当中成事而起,毫不留情的东征西战,把欧洲贵族王室一个个打下台,说不准自己也早晚会面临拿破仑的攻击。 不抓住这个时候战胜他,就会丧失时机啊。 那些求胜亲切的年轻贵族的军官也认为,目前法军的兵力比较少,值得决战。 库图佐夫心中明白,一旦冲下了可以俯控战场的这块高地,那就可能是凶多吉少。 但是皇命难违,他只得下令,见到俄澳联军离开了高地,拿破仑立刻下令法军冲上了普拉层高地。 这个时候沙皇才恍然大悟,他和库图佐夫急忙调集大批军队,连自己的禁卫军也投入到进攻。 他要全力的夺回高地,于是法俄两军的骑兵在这里展开了反复的争夺,可是法军终于牢牢的守住了高地,切断了俄澳联军的联系。 北义的拉纳元帅的第五军,在缪拉的骑兵的支援下,一鼓作气击退了俄澳联军,击溃了随即赶来围攻,想夺回高地的俄皇和库图佐夫的军队。 一场恶战当中,库图佐夫受伤,沙皇亚历山大,险些被俘,联军摆下阵来。 占领高地的法军,用骑兵从背后袭击正在攻击法国南义的俄澳联军,俄澳联军撤退。 在越过冰封的湖泊和沼泽地的时候,法军又调击大炮一阵猛呼,俄澳联军不是溺水身亡,就是被炮火击中。 就这样,拿破仑以少胜多,用伤亡近八千人的代价,战胜了有九万多兵力的俄澳联军。 联军伤亡了一万五千人,被俘一万一千,还有一百多门大炮和粮草弹药成为法军的战利品。 史称三皇会战的奥斯特里斯战役,是体现拿破仑军事天才的典型战力。 消息传到英国伦敦,英国的首相威廉·皮特听了以后,傲藏地走到墙上张挂的欧洲地图面前说, 看来这幅地图十年里没有任何用处了。 代表新兴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的拿破仑,用战争摧毁了欧洲一个又一个的封建王朝。 欧洲各国的领土疆域,被拿破仑的军队随意改变,老的地图当然无法反映。